厦门已对独出期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串门同房 官方回应 楚天都市报 吉木新闻消息 9月30日 网上流传一张处罚通告称 厦门已对独出期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串门同房 被罚重新计算隔离期限 浅费用自理 吉木新闻记者看到 这则处罚通告内容为 9月27日 经调取监控发现21013房间 汤某私自串门到210120某房间留宿 30日下午 吉木新闻记者先以游客身份 拨打该酒店在网上登记的电话 接线人员表示 目前确实无法订房 因为被政府争又为隔离酒店 厦门市及美区疫情防控指控部工作人员 告诉吉木新闻记者 他还不知道上述处罚通告 不过就通告内容而言 隔离酒店的防疫要求确实如此 如果那对夫妻确实违反了防疫规定 处罚是没有问题的